酒 啤酒 瓶子 一两罐一罐 不乱 问钱 所以大家看得出来 我是一个非常有热心肠的人 我常热衷环保 我也喜欢帮助别人 好朋友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只要我力所能及的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去帮助他们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向我学习 昨天呢 我有一个小学同桌 好多年都不联系了 突然给我发短信 女生 海洋 帮个忙 我正在参加一个无聊的应酬 你就假装我老公给我打个电话 说叫我回家 你温柔点啊 我开免提 我一看这肯定没问题 我义不容辞啊 于是我就美滋滋地打电话过去 亲爱的 怎么还不回来啊 水都放好了 然后我听他电话那头呢 有点嘈杂 然后他就在电话那头跟我说 你烦不烦啊 记住以后该管的管 不该管的少管 我就是这么有个性的人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地 被人打击 被人嘲笑 那件事情之后呢 我觉得发现自己有点抑郁了 我就是茶不思 饭不响 吃东西都是吃一口吐一口的 哥你吃些啥呀 甘蔗 那天呢上班 上班快迟到了 然后我刚出这个地铁站呢 忽然呢 就有一个乞丐 乞丐考验那个腿 腿脚有点不利策 一拳一拐的 就走在我面前了 我一看这残疾人呢 然后他就拿那个碗 在我面前抖了抖 当时我也不知道 哪根神经抽筋了 我就把那个烟奶 往里弹了弹烟灰 当时我觉得 哎呀好像有点不对 结果呢 那乞丐啊 拿起了碗 拿着那个棒子 就追了我半个小时啊 哎呀 还好我身手敏捷 但是话要说回来啊 虽然谭言会这事 咱做得不对是吧 但是通过这个行为 我治好了他的腿病啊 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一个执着的人